新北市旧三凋岭隧道 拥有百年历史 在尘封了37年之后 市府透过生态工法 以最低干扰的设计方式来整修隧道 让老旧的火车铁路摇身一变 变成了自行车道 这里头还保留了丰富的自然生态 以及长年的历史痕迹 隧道从3号开始是营运 每天开放4个梯次免费入场 目前第一阶段的网路预约已经讹满了 报名状况相当踊跃 沿着自行车道悠行骑单车 还边向民众挥挥手 新北市长侯友宜心情看来很不错 因为封闭37年的旧三凋岭隧道 透过最低干扰的生态工法整修后 终于在任内重新浪向 开通到今年当时100年 已经封城了37年 花了三年的时间将它保留盐茂 里面既有历史以及生态 市长亲自在隧道里步行 体验生态之美 这个三凋岭隧道是串联新北双清牡丹 和瑞芳三凋岭之间的百年饮食密道 原先老旧的火车铁路 金整修摇身已变成了自行车道 让新北观光景点再加一 期待更多的观光休闲可以回味 当年在日记时代里面 盖了三凋岭的旧隧道 令人感动当年能够开着这么长的隧道 三凋岭隧道号称最美自行车道 三号开始试营运 也开放第二阶段的网路预约 想来趟历史和生态之旅的民众 不妨来体验看看 这新北总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明镜